我们进入到第二点 大家呢对于零基础的这些学员 今年刚刚开始准备考税法的 因为教材还没有下来 所以到底这个税法里面 都是教材里包含的哪些内容呢 所以在这里面啊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税法的教材它的内容结构 以及各章的分值的分布情况 这样的话那大家对这门课 就有一个更全面的一些了解 等到教材下来之后呢 就按照我这思路 大家去听课去复习就可以了 不出意外的情况下啊 正常情况下 我们22年教材应该不变 从章上来看还是14章 不会增加一章或者砍掉一章 这种可能性几乎可以说是没有 所以这点大家尽管放心 估计还是14章 那么整个这14章的内容呢 首先先告诉大家 它考试的时候 我们复习的思路是不一样的 主要我们把这个14章分成四个方面 四个方面 因为不同的税种 它考试的特点 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所以下面先分成四个 这四个部分看好了吗 分成了记忆篇 知道什么叫记忆吗 没什么理解 一看就明白 看是看明白了 但是怎么样 得记忆 得是需要记忆的 是百分之百纯死记应被的 会有这样的题 大部分都出在了客观题上 所以这是第一部分 都是纯概念的 最典型一会儿我们告诉大家 比如第一章 就是这样的 第二部分是熟练掌握片 就不光是要简单的记 但是呢难度很低 就你稍微看懂了一下 稍微什么 稍微记一记 你就可以很熟的 很轻松的把这税种就算出来了 这叫熟练掌握片 第三个呢叫重点掌握片 重点掌握片 主要是出在计算问答题了 就是要考核你一定的综合运用能力了 就不光要了解税收的政策 而且还能很好的把这政策运用到你具体的这个税收实物当中去 最后呢是综合运用片 就是两大道综合分析题 增值税和企税 所以总体来讲 我们的十四章的这个内容呢 主要就是分成下面四个部分 那四个部分大家清楚以后呢 各占多少比例呢 我们下面来图来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第一部分 我们说了纯死金硬背 基本上就是考大家税法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原理 这个我可以告诉大家 主要是在我们教材中的三章表现出来 第一章 十三章和十四章 这三章都是基本重概念 第一章知道吗 就是税法概论 普税的知识 如果您初级的经济法刚刚考过了 这第一章基本上是没啥问题的 它是考你税收的立法 立法机关是谁 税收的执法机关是谁 我们的税的主要的十一个构成要素 都有哪些要素 就是普及税法的知识 纯基本理论 概念 所以一讲就明白 无非就是把该记的 该刷的题刷上就可以了 然后第十三章 大家看是税收征管法 是征管法的内容 第一章是税法概论 征管法典型是一个基本概念 都是在税务机关在征税的过程当中 里面的税务管理啊 税款的征收方式啊 税务如何处罚呀 怎么检查呀 就这些东西 都是偏指导性的一些东西 所以它偏概念 然后最后的第十字章 叫税收行政法制 所以这个呢 主要是偏一些程序性的内容 所以十三和十四章 基本上都是偏程序性的 告诉大家就是 如果将来您纳税人 要是跟税务机关之间 产生了争议的情况下 它会告诉你 你纳税人有什么权利 你可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所以税收的行政法制呢 主要是教会大家两点来去补救 第一你可以走行政复益 第二你可以走行政诉讼 所以呢 这三章基本上都是偏概念性的东西 所以它不出意外 基本上就出在单选和多选题里 但是这个征管法的这一章 不排除是拿这些概念 考在计算问答题 或者是综合分析题里 我们21年就出了这个 我们把征管法里面 涉及的一些个处罚的一些内容 就编在了主观分析题 所以导致有些学员不太适应 你考单选多选 我一选就行了 但主观题里 你得需要把征管法里 具体的这条内容 你得要背下来写出来 很多学员就不会写了 说不出来 所以这个呢 我们在今年 大家在听课和复习中 要有意识的要锻炼这一块的内容 要复习它 因为考试未来的一个特点 我估计出题人只要不变的情况下 他还会继续出一大堆问答题 其实你们在大学考试的过程当中 那考试试卷里不经常有简答题 论述题吗 你们不照样答吗 怎么说法里面 因为之前我们税法考试更多的是偏于算数 大家可能有点习惯了 但是你一定要适应新的考试的一个特点 所以既然它对问答题比较多 我们平常在做题的过程中就要练一些 对把一些最主要的一些个知识点 该背的就得背下来 你得会说 只不过呢 大家知道我们税法在考问答题的时候 可不像经济法 要求条件特低 您基本上用大白话 您把这个说明白了 其实就给你分 所以没那么难 所以说呢 这个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所以这三章基本上就是偏纯概念的东西 没有难度 就是什么呢 就是广度 把一些最基本的一些个概念 只要清楚就行 所以这部分在我们一百分的卷面当中里 基本上就占百分之十左右 百分之十 也就是这一分 你看第一章基本上一单一多 就是二点五分 然后行政法制的这一章 基本上也是跟第一章一样 基本上也是二点五分 一单一多 嗯 就是这么一个提量 然后征管法基本上就是五到六分 因为他只要是考在结合 综合分析题来考的话 他分就多 不然他也是单选多选题 所以大家看出来这三章 大家要注意特点 就是概念性的东西比较偏多 在考试的题型上呢 基本上以单选和多选题为主 不排除例外情况 你看我们今年二十一年的考题里 例外就是什么 就是出在了分析题当中去 有这可能 但是不影响大局 他只是其中的疑问 不会就没关系了 搭别的就行 所以呢 这三章 大家看 就是不用太着急 一听就会 只是呢 需要大家在领考之前 得需要强化记忆一下 就可以了 没有任何问题 OK 所以这就是第一部分 大家清楚了吧 所以呢 对于零基础的税法学员来讲 你在今年提前听课的时候 不用着急 这三章 您可以先不用听 您可以先不用听 你说老师 我要是想听的话 我一点对税 都一点不了解的话 我建议你先得听第一章 因为第一章是普及税的 基本常识 这是给你最基本打地级的 所以你第一章可以先听 听一下 哎呀 我们国家都有哪些个税种 征收机关是谁 谁来立法 这个税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所以最起码的先有个入门 您听又挺轻松的 但是对你后面学习 这四大税种是有帮助的 所以你可以先听第一章 很快 我估计用了两个小时 你就可以把它消化了 听完了 您就开始学四大税种 这两章您不用着急 您放到最后再听都行 放到领考之前 您再听 听完了 您就突击做做题 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 好 这就是呢 第一部分叫记忆篇 第二部分 大家看叫熟练掌握篇 就稍稍的比我们刚才的 那个第一部分 稍稍要求的条件更高一点了 就你不仅仅是光简单的记忆问题了 还得稍稍 你必须有一定的应用能力 把你所学这些个东西 应用在我们具体小税中 包括计算题呀 包括一些什么单选多选题呀 必须得要会才可以 所以这一部分的内容呢 在我们整个卷面当中里面 占的比重是比较大的 比较大的 为什么 因为呢 包括哪些章级 好多章 从第六章开始 就是承建税 教育费附加开始 就除了二三四五 这四大税种之外 从第六章开始 承建税 教育费附加 然后关税 看见了吗 关税的下面应该是 主要是资源税 环保税 然后呢 就是耕地占用税 土地什么 使用税 看出来了吗 所以它一共呢 大家看出来是六章 六章的内容 一二三四五六 一共是六章 看出来了吗 在这个六章里面 内容呢 都是主要集中在 四大税种以外的小税种 除了四大税种 再跑去土增 大家看 实际上是多少呢 13个小税种 这些小税种呢 不要小看它 你想13个小税种 平均呢 一个小税种 就是1.5分 您算出来是多少分 它合计占到 我们100分当中的 四分之一啊 四分之一 或者到五分之一啊 所以这可影响您60分 及格最关键的地方 言外之意 特别是基础 稍微弱的一些学员 您一定要在这一块上下功夫 您在那个四大税种 难度非常大的税种上 您就是下功夫 都不敢保证您拿分啊 因为它比较难 您基础要稍微弱一点 恐怕您费了半天劲 可能题也不会做啊 但是呢 这六章的小税种 没有难度啊 就是知识点 稍微什么 琐碎一点 稍微要求记的内容 稍微多一点 因为它考试的提醒 还是集中在客观题上 所以你只要记得很清楚 稍稍的能够理解 真的听明白了 那你单选多选题 自然就拿分了 看出来了吗 所以呢 是很容易拿分 不要求什么难度 它只有广度 没有难度 你基础要稍微弱一点的话 一定要注意 发挥自己的优势 您别鸡蛋碰石头 您跟人家那基础好的 人家直接就四大税种那 夸夸夸 人基本上就 大分就都拿了 小税那些个 记多少就记多少 记不了就算了 但是人家大税种 就凑够60分了 您呢 不能跟人家比 您是基础 稍微弱一点 以前也从来 没有学过税法 工作当中呢 又没有接触过税 因为您工作 很怕也不做会计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基础稍微弱一点 怎么办 您得要发挥 这块的优势 我该记的都记了 然后呢 稍微没有什么难度的东西 我也都能理解 题我也能顺利的做出来 所以这种情况下 您得要在这块拼工夫 然后您多拿点分 所以大税种嘛 丢就丢了 但是我从丢的那分里面 从小税种给它找齐 我无非不就是多下点工夫 然后背背 所以一定要知道自己 它的优点是在什么 所以除了土地增值税 是出小税种里 出计算以外 这些小税种 基本上大家看出来 都是客观题 单选多选题 当然不绝对啊 个别的也会出现在 我们的计算问答题 或综合题当中 但是太少了 这种概率几乎比 那个征管法的概率还低 所以我们还主要的 就是在做题当中 偏重于练单选和多选题 所以在这一块里面 由于涉及到13个小税种 其实税种挺多的 因此最容易出现 大家感觉到 哎哟怎么这么多呀 这么琐碎呀 概念这么多 我根本记不住啊 其实是要找规律的 我们在学习这小税种的时候 到后面 我给大家最后的串奖 这个套餐里面 我会给大家打破顺序 我会给大家归纳总结 您平常现在学习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这样来总结 每一个小税种 它讲的都是有共同点的 您别一个税种 一个税种学 学了半天不知道 学的是什么 然后呢 13个小税种 就都堆在这盆里了 然后您自己摘都摘不清楚 然后呢 学的时候一个一个学 学完了都堆在这里面了 拾不起来 不要这么学 一个一个税学完了之后 一定要做最后的提炼 提炼什么 你就发现它们有共性的地方 每一个小税种 都要求大家 考核点是什么 熟悉每个小税种的征税对象 至少应该学完之道 房产税跟土地使用税 一个房一个地 它们共同点都是在房地产的保有环节 您拥有房子 拥有地的时候 您来交税 所以把这两个税 您就得要把它归纳总结在一起 这两个税的征税对象 共同点是什么 学完了一定要清楚 大方向直接从名称就可以看出来 一个房子一个地 但共同点是什么 学完一定要知道 哦 这两个税的特点 都是只针对城镇的房屋 都仅限于城市县城建制的镇 工况区范围内的房和地来征 农村的房子和地 它是不征的 学得这么学 别回来学房产税的时候 就知道房产税是什么 然后到土地使用税的时候 知道哪的地 学完了跟没过脑子一样 回头再给你再一问 记不住了 挺乱的 不能乱 所以它们的共同点 第一个考核点 每一个税的征税对象要清楚 接着吗 车购税车购税的征税对象什么 车船税车船税的征税对象什么 你先把每一个税的主要特点 一定要搞明白 学完了咱一定要知道 哦 房产税跟土地税是这么一个特点 那车购税跟车船税 这俩小税种有什么特点 首先都是针对车 但是学完了一定要知道 它们的特点是什么 车购税只是在你第一次购置 车辆的时候 落在你产权名下的 你来交这个税 这个车就交一次车辆购置税 就第一次购置时来交 以后再怎么流通 这车购税也不交了 一车一税 但是车船税就不是了 车船税最主要特点是个财产税 你车购税相当于是个行为税 这一次买过了就完了 就不再征了 车船税是什么 是保有环节的税 您拥有这个车 每年都征年 对不对 您从买来车 交完了车购税以后 车船税您不能说 我没开啊老师啊 我就在那放着呢 您就是一天都没开 但是这个车已经在您产权名下了 您是这个车的产权人 相当于您是属于有房 有车一族 这都是您的财产 所以您每年都得要交车船税 就咱们学一定要悟 要领悟出来 哎呀这个税有什么特点呢 咱不能机械去背它 每一个税的征税最像 你都稀罗呼都背下来了 但是什么关系啊 这税有什么特点呢 都不清楚 那就是傻卖力气 那真的是死尽硬背 所以一定要清楚 每一个小税种 咱都必须要清楚 它的征税对象是什么 清楚的基础之上 还要进行归纳 组结 对比 分析 这才可以 第二个呢 都考核大家 每一个小税种 它的计税方法 是从价征呢 还是从量计征 所以它的税基 是什么 而考在一个客观题 它有可能考成小计算题 这样你只要把每一个小税种 它的计税依据 指清楚了 这个税应该怎么算 太简单了 小税种 跟增值税 跟所得税算 它不太一样 只要计税基础 知道了 直接这税就算出来了 这不很轻松 拿分呢 但是要熟悉 每一个税 它的税种的计税依据 是不完全一样 对不对 你看我算车辆购置税的时候 是从价计征 但是等到我算车船税的时候 就变成从量订我征 所以只要是计税方法清楚了 你很容易就算出来了 一定要知道 这是重点考核的 第三个最重要考核 每一个小税种的税收优惠 所以大家知道 小税种并不偏重于计算题 小税种更多的是偏重于概念 而这个概念题呢 大多数出在哪呢 它的特色就是出在这两块上 我们现在的小税种 有很多税收优惠政策 所以计算题 它更多的是考在四大税种当中里 所以那些个概念那些个题 单选多选就考在小税种 小税种要考虑计算题 属于白宋明分了 没意义 所以它就考一些优惠 所以大家呢 最难的地方是在哪 就这些优惠政策 得需要大家得计 因为这些优惠 都是税法直接就列举出来的 所以你在理解的基础之上 一定要特意得计 不计是不行的 知道吗 有些这优惠政策 计完之后是用来考客观题用的 但是呢 有些税收优惠 可别小看它 你不记下来的话 会影响你的计算题的 知道吗 比如我举个例子啊 土地使用税 以后大家零基础的学员 在学的时候 我在讲课会告诉你 土地使用税 你要说直接算税 太简单了 人家体理已知条件 就给你占定面积是多少 你拿占定的面积 直接就给已知的条件 税率也给你了 你直接一成定额税率 你就求出来了 那大家说 这还考你什么呀 这没含金量啊 其实真正的罪名之一 考的什么 就是在这个面积上 它在它的占定面积中 重点考的就是优惠 它不是这企业经营 所有的占定 它都需要给国家交税 哪些个占定 它是可以免交土地使用税的 哪些占定是可以享受 减半征收土地使用税的 这些优惠政策 如果你不计 那你这计算题肯定就丢分了 而这个计算题 不仅仅是考在 我们的单选多选题里面 更主要是考在 大的企业所得税综合题里 这样你会出现 阴沟里翻船 哎呀 就因为这么一个小税种 结果导致满盘结束 为什么 你土地使用税没有算对了 这个税是要进入到你的税金附加这科目 你进入到税金附加科目就意味着什么 对不对 指整个直接影响到本年核定的利润总额 因为这么一个小小的税导致你利润总额没算对 那整个后面应纳税所得额 你就别拿分了 所以这个就是重要的一个点 所以我们说细节决定成败 小税种更多的是侧重于考你税收优惠 没商量就是要寄 寄完了简单的就能够掌握熟练应用 OK没有太难的地方 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征收的管理 偏重于概念主要是考 要熟悉每个小税种 他们的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 他们的纳税的期限和纳税的地点 我们主要在客观体就是考你这些 但是这个征收管理念也不排除 既考客观体也有计算体 如果对这个小税种的征收管理不是很清楚 也会影响计算 大家看主要在哪 我举个例子 比如房产数 比如土地使用税 你不仅要熟悉他们的优惠上策 它重点在计算题当中 还会考核征收管理 这个征收管理里面主要考什么 考他们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 看出来了吗 我们在学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了 如果你这个房产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没有掌握好 照样会影响你交的房产税是不对的 就你的计算体肯定也是错的 因为你没搞清楚 这房产税强调的是当月开始计算 还是应该从次月开始计算 因为它最后让大家算的 就是这个企业全年交的房产税是多少 而这个全年 你不要理解成 当然就12个月 不是的 因为它可能是在中间 刚刚买进了一栋房子 当它购置的是新房的情况下 那么是否是从购置的当月 它就开始交房产税 还是从购置的次月开始交 还是从交付的次月开始交 还是说办完了手续以后的次月交 都是一个记住次月 但是什么的次月可不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会影响到你月份数的计算 整个全年交几个月的房产税 本来应该是正确答案应该算交八个月的 结果您算算了成了九个月的 这不就麻烦了吗 这不就算错了吗 所以特别重要 所以在小税种当中里面 13个小税种里面 除了土地增值税之外 知道吗 就是说除了四大税种之外 14个 然后除了土增以外 其实就13个 这13个小税种几乎没有什么难度 所以告诉大家 它的特点是什么 就稍微琐碎一点 在记忆上稍微奶一点 东西稍微多一点 但是呢 怎么记 那就差别很大了 所以你在那儿一个一个傻辈 跟人家那个理解以后 分析总结以后 找出共同点再来记 那这差异率就非常非常大 所以这个希望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好 这就是第二部分 大家要熟悉 就这几大章围绕的主要都是 13个实体小税种 我们总共记住 目前就18个实体税种 刨去最主要考计算题 主观题的五个税种之外 剩下13个税种 就是这么一个特点 所以呢 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 看自己的基础 对于零基础的 可以说对税法是小白 一点的感觉都没有 就从来也没有 有税法的实践经验 也在企业没有报过税的 你记住了 您的重点 首先得放在这儿 放在这儿 听说吗 发挥您的优势 把容易得分的 我只要下点功夫 就能拿到分的 要好好地在这儿 投入多一点 你别鸡蛋碰石头啊 我就是使劲地用功了 但是基础决定了 所以你那四大税种 很有可能就很难驾驭 这样你费了半天劲 拿不了几分就亏了 咱得算账 哪谁容易拿分的 发挥自己的优势 好了 这就是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呢 大家看 叫重点掌握篇 这个重点掌握篇 又比刚才那13个小税种 当中里面呢 又稍微难一点了 就难度又稍微大一点了 主要表现在哪呢 第三章 大家知道吧 就是两个流转税当中的消费税 消费税跟增值税没法比 相对来讲 它难度是要低一些的 还有第五章 大家知道是哪个呢 就是个税 它比企业所得税难度要小低了 然后就是大家其实最出头的 第十二章 就是国际税收 这三章呢 我们把它叫重点掌握篇 别看这时就三章的内容啊 但是呢 在我们的考试当中 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其中的两个税 消费税跟个人所得税 基本上在我们每一年考试的 一百分的券面里面 都应该占到十分左右 第十二章呢 这几年连续都出在计算问答题 也考在主观题 但是它基本上是偏概念 所以它的分值基本上是在七分左右 就主要考在计算问答题里就完了 所以它的分值不如那两章多一点 这样的话 这三章 仅仅这个三章 合计站到圈面 基本上是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啊 跟那个十三个税种 是并驾齐驱的 那十三个小税种 加起来顶这三章 所以这三章可以说是重头税 所以呢 题型都有单选多选 包括最主要是考在计算问答题上 所以消费税 个人所得税跟十二章的国际税收 都出在六 现在都是五分了 就从今年开始呢 四道计算问答题 由六分每一道题降为了五分 都考在五分的计算问答题中 看出来吗 所以呢 这样的话三大章下来 平均应该说呢 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 这个百分之二十五 就这么一个比例 所以呢 这三章告诉大家 就要求的比我们刚才 还要更高一些了 要求什么呢 不仅仅要熟悉 这个税种的政策 最关键是考应用能力了 你要把你所学的这三章的内容 要准确完整的计算出应纳税额 尤其是消费税跟个人所得税 特别重要 因为它考在五分的 主要以偏计算题 国际税收呢 这第十二章主要偏一些概念 问答题 所以这一部分掌握的程度如何 可以说是我们未来六十分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所以至关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对于所有的零基础的学员 不管有没有基础的啊 基本上我们的第一部分的 百分之十 这十分基本上是 大家都能拿到 基本就白送你的 这是第一个 然后紧接着第二部分 刚才说的 稍稍的能够在领考之前 好好突击一下 没有难度 只有广度的 该背的都背的情况下 刚才说了 基本上是在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 就拿最高的三十的情况下 这个基本上也是属于卷面是白送的 就没有什么难度 就是广度 题做到了 刷到了 提前练到了 这个基本上就可以 考试稳稳当当的就可以拿到了 这样的话 大家发现 这两部分加起来就是四十分 知道吗 这四十分可以说是 基本上就白送大家的 就是说大概看一看 课稍微听一听 基本上就可以拿到这分了 然后要想过六十分 重点就在这第三部分 这一部分 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 所以如果再把这三张的内容 基本上能够把握好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 大家看 基本上是 假设最高的也是三十分的话 这样的话 你就是七十分 但是大家说了 不可能有百分之百拿满分 我们赵州满分的情况下 是七十分 这样的话呢 有些个别的一些题 您没刷到 就再容易 你也不会打点折 但是打多少折 最多打九折 这样的话 基本上您就凑够六十分 看出来了吗 所以呢 对于这些基础 稍微弱一些地方 一定要清楚自己的主攻点是在哪 您的主攻点是玩命的是在这一块上 明白吗 所以呢 一定要把这一块一定要多看一下 所以影响您六十分的重要转折点 就是在第三部分 所以稍稍弩把力 难度没有这么大 稍稍把题再好好的做一下 这样的话 基本上就差不多六十分就可以过了 所以说您别指着那四大的税种里面怎么样 玩命去看那个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 那很难的 四大税种当中里面难度也不一样 增值税跟企税是最难的 个税跟消费税只要稍稍用用功 就在这一部分 你是能拿分 顺利的就可以拿满分了 你看看今年二十一年的真题就可以看出来 那消费税简直闭着眼睛都能会做 一点都不在管弯抹奖的 保证能拿满分 个人所得税也是一样 根本几乎就没难度 太简单了 可以说考的 所以说基本上我们可以拿到的 这样稍稍在打脚折扣的情况下 六十分基本就够了 哎 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个部分 啊 好了 最后一部分呢 是综合运用篇 没商量就集中在两大税种 就是第二章 大家知道是增值税 第四章呢 就是企税 企业所得税 别看就这两章 看出来了吗 在考试当中所占的比重可是相当大了 基本上每一章平均都在18分以上 因为完整的一道综合分析题就15分了 这还降低了啊 原来好加16分15分 现在呢 基本上降了一点 降完了之后 再加上一些单选和多选题还有啊 增值税里面考单选多选也不少啊 有的时候会出现两个单选一个多选 他还不是一单一多 企业所得税也是一样 所以除了这个综合的大的题十几分之外 再加上单选和多选 所以他基本上占到我们见面的35分 这是保守估计啊 这是保守估计 所以冷 没准冷不定还会往上冒的 啊 所以他考试的题型呢 虽然都有设计单选多选 综合体都有 但是最主要的分支 是集中在最后的两道综合体当中 所以呢 这两章的特点是什么 第一 内容太多了 您看看光第二章的增值税 自打营改增以后 实际上相当于把原来营业税的一张内容 都并入到增值税里 等于是两张内容变成一张 它内容能不多吗 第一个内容多 很多 很杂 所以你就耗费很大的功夫 第二个难度非常的大 甚至有些学校真的是听了半天 听几遍才能听懂 它难度就是大 尤其是增值税 就是什么 增值税的 它的计税方法太复杂了 所以又有一般计税方法 又有简易方法 讲讲最后 大家很多学校就乱套了 所以它在计税计算问题上是很复杂很复杂 所以难度比较大 第三个呢 它的知识点是相当广 为什么 因为增值税本身覆盖的面是全覆盖 我们所有的行业 没有一个行业不涉及增值税的 全都需要算增值税 所以它知识点是非常非常之广 也就是说 税法的11个构成要素 全部都在增值税里体现出来 而且全是重点 它还不像其他的小税种 虽然是了解11个要素 但是它考试时侧重点是非常清楚的 就考点税收优惠呀 考点征收管理呀 增值税可不行 从概念到计算 没有它不考的 因为这些概念主要不清楚 直接影响计算题 所以就要求呢 对于学员要求很高 增值税是这样 所得税也是一样 所得税的难度在哪 它综合性太强了 因为大家学税法一定要知道 企业所得税都是在年终时会算清教 算企业所得税 算全年的 所以算全年就意味什么 你要对整个企业所有全年的经营成果 它是一个综合性 它是全方位的 从收支 存 到利润 到往来 到什么 税 它是全方位的全面检验 所以我每年在年终会算清教 给很多一些公司讲会算清教的课 相当于就是给企业从头到尾进行税务把脉 做全面的税务体检 您到最后企业所得税在混线清教时 您要全面对于你企业进行税务体检 看看你哪个指标不合格 就跟咱们自己身体一样 每年都要做体检 体检报告一出来 哪些是箭头朝上红箭头 哪些红箭头是下面的 那都是不符合正常指数的 这时候体检就指示你 这是异常 飘红了 所以选年度高 就告诉你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了 所以咱们这个企业所得税的会算清教 就相当于是一个全面的体检 你来自于整个税 所得税当中的各项指标 一项一项都要好好检查 有哪些是飘红 显示出异常了 您都得要知道风险点是在哪 很重要 所以它围绕着企业是全方位的 这就需要我们的学员 必须要具备很广的知识 既要了解区据上的知识 还要了解税收的政策 这个是一个很高的 就要求条件非常非常高 不是说简单的 哎呀我就背几句税收政策 然后我就能够驾驭了了 所以对于零基础的税法学员来讲 这个确实是比较难 所以要清楚 所以它一定让你要做到融会贯通 你要想做到融会贯通 你得先把这两大税口吃得透透的 才能叫福能胜巧 如果您这两大税容本身还不了解呢 还胡论吞枣呢 还没有记清楚 该记都没记的话 你没法做 先生们 这一部分最后告诉大家 由于它难度太大了 所以您就做好思想准备 在考试中 甭管您拼了多大的功夫 肯定是不会拿满分的 是必然要丢分的 这我们有些很多的一些学员 考过的那些学员 他都已经很精了 他都知道 他做题的时候 他就自己知道 增值税里面只要销项税 或者是你的进项当中 你在全面算的是某一项卡壳了 完了 到后面算应纳税额的时候 这学员就告诉我 我都不考虑了 后面那几问我就不做了 做了也白做 为什么 因为你前面有错的疑问 你后面肯定拿不着分 起税也是一样 起税里面前面你做纳税调整 做调增 做调减 你只要有一项没调整对了 你后面就不要再做了 你别浪费时间 你赶紧做别的 应纳税所得额肯定就不对了 所以你想拿满分是很难很难的 就让我们只是要求大家尽最大的努力拿更多的分 所以这个我经常在上课的时候跟大家说 能走多远走多远 能连多少分就连多少 这个这么多的问啊 从第一问一直比如说到第十问 一共分解了十问 哪问会 您就做哪问 把会的都挑出来 反正最后的结果您肯定是不对的 但是把分解步骤的会的分您连到了 至少每一道题能拿一半分以上 您保证六十分就过了 想拿满分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这就是这两张两大综合题 眼正摆着这儿了 就是明明知道是考大题 明明知道是重点 但是就是会在复习当中有盲点 就是有你不会的地方 很正常 也不要自责 因为人家出题的人水平就是高 他就知道你容易在哪出错的地方 他自然就考你疼的那个地方 所以我们说了一个人啊 您现在二十多岁 您再年轻 您体检的时候也不可能保证 您各项指标完全都是特别最棒最棒 也不一定 就跟我们这两张综合题是一样的 你不可能保证你知识点全覆盖 我全都会 不可能 我马老师要上去去考试时 您记住了 我也拿不着一百分 我明确告诉你 我能拿九十分就差不多了 也有我不会的 为什么 他好多一些个知识点 也有鸡脚咖喃的地方 也有我做题粗心的地方 没看到的地方 我也会丢分 但是不影响六十分就行 我们这祝快的考试啊 明确跟大家说功力性特别强 而我这个人呢 向来呢 又没有这么高的这个 这个耗强的这种心 我这人就随缘 我经常跟大家说了 别太难为自己了 您啊就是六十分万岁就行 我不要求大家高 因为您考六十分啊 就相当于考了一百分 但是呢 您要考到五十九分的话 就差一分 但是您相当于就是考了零分 所以咱们这祝快考试啊 功力性特别的强 它并不能够在一张卷面里面 完全能够考核出 您这个学员的真实水平 它偶然性很大的 我们有些学员其实复习的特别的好 功夫真的是下得很大 但是很可能这卷面上反映不出来 因为他就觉得这出题呢 很蹩脚 就跟他不太对路子 恰恰呢 好多呢都是他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考的比较偏 所以他不能完全反映出您真实的水平 那就说这个卷面里面 有些学员可能考到八十分 您说您才考到六十二分 这样的话您就说您的水平就比他差吗 不能拿分数来衡量 所以在考试中偶然性比较大 运气成分也比较大 真正考核的是什么 我觉得啊 考试它就是一个手段 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是在我们注重CPA考试的整个学习过程 如果说你通过听我的课 从基础班到习题班 到最后的串讲班 我们一方面功利性很强 我们就是为了六十分 奔着六十分去的 当然 但是如果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里面 你学到了很多 你之前从来没学到过的一些知识 而且对你的工作是非常有帮助的 其实这就是您捡到了 这就是收获 这种收获一方面很残酷 是拿你六十分来衡量 这是一个硬件 但同时实际上是有很多潜在的东西 你在整个学习的过程 享受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 当然最后能不能够最后达六十分 我们能够过去 这个应该说也是大家肯看重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啊 这个任何事物都是两个方面 所以我就觉得呢 通过学习之后 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学员 从原来根本不喜欢睡 根本就觉得这个睡太复杂 太难了 从什么 从而反而喜欢上睡了 甚至呢 跟我说了 将来我工作啊 我就想做税务这方面的这个工作 这就是因为你在学习的过程中 你享受到了这个学睡法给你带来的这么大的一个收获 它会改变你可能将来的择业方向 我希望是大家做到这一点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复习和考试过程中 大家心态一定要放平衡了 明白了吗 所以从功力性角度来讲 您就笨六十分 但是您整个在复习过程当中里面 一定不能够怀有这种特别侥幸啊 我就为了考试而考试 老师您就给我来几套试卷 我把这几套试卷做完了 您就告我做哪个题 然后保证我六十分过 我觉得特别没意思 真的没意思 这样的话你就突击做几道题 你实际上什么也没学到 你就是机械的是一个做题的机器 拿来这个题了 我就知道这答案是哪个 你已经都条件反射到机械的 就看这道题知道哪个答案 有意思吗 实际上这里面涵盖的是哪些 有一些内涵的东西 有一些税收政策里面的宗旨的一些个东西 它鼓励你将来工作中要做的是什么 你都没学到 有意思吗 你就觉得很没意思 就是即使你考过六十分了 你真的到了事务所以后 真正遇到了实际的问题的时候 你会吗 你根本就不会 所以那你说你考这柱块有啥意义 它含金量有多大呢 是不是 所以我们说呢 还是重在在什么 在学习 所以这是呢 我们整个这个教材的基本四个方面 所以对于刚刚出学睡法的学院 这回清楚了吗 所以首先告诉大家一定要做好自我的一个检验 对自己必须有个清醒的认识 我求什么 我图什么 我图的就是拿这个证 考试 我就成考试的机器了 我就硬试 那行 还是说我一边为了这个考试 同时我为了更多的能够学习知识 提高我自己的业务素质能力 自己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第二还要把握好自己的能力 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我的基础差还是基础强 这样的话 我基础弱应该偏重于考试时重视哪些内容 我基础强 那我就要发挥我的优势是在哪 必须先对自己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 才能够挑选好好的学习方法 所以找准了方向大家去学习去 所以这样会做到事半功倍的 所以通过这几个方面的介绍 大家就可以看出特点了吗 我们的这个考试100分 这个100分大家发现 涵盖这14章的内容 实际这100分当中里面 从难度本身来讲 看见了吗 是343 这样最后凑成了100分 其中的30% 大家发现是什么 白送您的 就您简单的 基本上就是可能没听课 自己就呼噜呼噜 然后呢就稍微做了一点题 刷刷题就上考场了 那纯粹就给人凑分过去的 然后就见见试面 看一看的 这个就是白送您分 这个没有什么基础而言 零基础 你也能拿这个30分 这个主要是体现在哪 就我们前面讲的第一部分 和第二部分 就小说一种简单 没什么难度 看一遍 看到了就会搭的 所以这样反映在我们前面的第一部分 记忆篇和第二部分熟悉篇 基本上就拿到了 所以记忆篇的10分 基本上就白送您 然后呢 百分之多少 20到25 基本上就是熟悉的这一篇 然后40% 大家看出来 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这个40的分 主要集中在哪 主要集中在计算题上 主要集中在消费税 个人所得税 土增 国际税收 看见了吗 首先反映在这四道题的计算问答题上 稍稍有一些难度 但是并不是想象的这么难 只要真的下一定功夫了 真的理解了 题会做了 基本上是没问题的 您看看 这就是它的特色 所以转折点就在这 对于基础稍微弱一点的地方 您就玩命拼这一块就可以了 大家一定要全力以赴的 在这个方面 把握好 其实我们专业阶段 税法的考试没有这么难 而且这几年难度都在下降 很明显就是2021年的 2021年的主观题 尤其是两道综合分析题 增值税跟起税 所以言外之意 这两个难度已经在什么 在降低 你要看出来考试的趋势啊 哎呦 有些纯粹就是相当于 真的是跟白宋女分一样 所以既然这样的情况下 大家看出来了 它更多的是注重基础知识 它不给你特别拔高的题了 偏题啊 难题啊 怪题特别少了 其实这一部分主要注重考核大家是什么 看出来了吗 基础知识 扎实不扎实 我不考你多难的 我就考你最基本的一些个知识 如果你最基本的知识 你没有打牢固的话 你照样丢分 所以你看出出题的未来特点了吗 就是难度总体在向低 但是基础知识概念要求比较高了 要求你全覆盖 而且一定要扎实学的 不能够什么 稀了糊涂的 所以你看 主要集中在这 所以我们说呢 将来整个这一百分里面 偏重于基础知识的地方 占到百分之八十 所以大家看 稍稍用用功 基本上你六十分就过了 看出来了吗 这就是它的特色地方 所以我们的一百分的卷面 实际上就这么一个分值分布的 所以不管是在哪个分布上 实际上重点的都反映在一些 很简单的基础知识上 其实并不是非常的难 但是就看你学的扎实不扎实 所以它最后的考试的结果 在我们的税法当中里面 应该说呢 有考高分的 有考高分的 基础知识学的非常好 然后考试的难度呢 又再往下降 综合题又不是特别的难 所以考个八二多分很正常 考八二多分是很正常 但是你在经济法当中里 考个八二多分几乎凤毛连脚 所以老说税法什么 税法这个比经济法要难 税法什么那么多 计算题很复杂 其实呢我们说了 税法考高分的人很多 因为他更多是偏实物 他应用性的学课 经济法本身看似学着挺容易的 但实际上他法理非常的强 他要求并不低 考得很高 他要求你那个分析问题 领悟问题的能力很强的 所以很难拿到高分 经济法如果考个七十来分的话 相当优秀 但我们这税法啊 稍微复习到位的情况下 考个七十多分 那很容易的就送你七十多分 因为他偏实用 应用性 只要了解了税法的基本的这些特点 你就会算税就可以了 而且他政策都不难理解 他没什么法理性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大家在复习的时候 希望啊 一定要特别 要知道自己的弱项是什么 强项是什么 对于有些学员我就怕背 我就背不下来 那您就玩命的在计算体上多拿分 对于有些学员我就怕背 我背了前面我往后面 接着吧 所以背了后面往前面 你这种情况下 你更多的是偏应用型 你多在计算体上多拿功夫 所以说呢 有些学员我就喜欢背 我我我我不怕背 那你就玩命的看这些概念性的这些章集 你把该拿了分都拿满分 照样帮你凑够六十分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每个人的特点不太一样 所以大家一定要正确认识好积极 这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课程呢 特点当中给大家介绍的第二个方面 整个这个十四章 大家就清楚了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里 哪些是侧重于客观题的 哪些是侧重于主观题的 哪些是侧重于综合分析题的 这样大家心中有数 知道告诉大家什么 指导大家在做题的时候 像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 我们更多的是侧重于多练 每一章后面的单选多选题 玩命耍 尽量做到全覆盖 无死角 把该练的那些通过做题 把知识点都记住了 您干背肯定背不下来 您得做题去记那些税收政策去 我就记练客观题 而且节省时间 看完了单选多选就出来 也不用动笔来算 所以做题是很快的 多撒网 但是呢 偏重于计算题的主观题 增值税了 个税了 消费税了 起税了 像这些 一定要多练主观题 主观题会耗拟你很多时间 你要在练的过程中 不断的来锻炼自己 第一个 首先得保证这道题 我怎么会做 先得保证 我得会做题才行 比如说拿来以后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 会做 会分析题 会分析 我从哪来入手 第三个得做对了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熟悉它的出题思路 所以这个主观题 是侧重于哪些 这样的话 大家在做题的时候 就可以有所侧重 事半功倍 效率是非常高的 好 这就是这个课程当中 里面的特点当中的 第二部分 所以我们给大家 已经很清楚了 我们总结了历年的考试的 这个卷面的经验 我们来分析出来 哪些章节是纯记忆的 哪些是熟悉的 哪些是重点掌握的 哪些是绝对综合运用的 我都给你分得很清楚 很清楚了 所以您就直接按照我这个 去做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第二部分 希望大家能清楚